Hello 快速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常德 天气渐凉 还望大家出行的时候 给自己加一件外套 不要着凉 很高兴又一次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又是美好一天的开始啊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瓷器的霸主 青花瓷 大家要知道 我们的工匠在宋代时期 致瓷工艺就已经非常完善 最高成就就是鲁光歌军定谣等 到现在 这些瓷器瑰宝 依然是世界瓷器收藏家闷寐以求的产品 它们各个价值连城 但是 为什么瓷器的霸主 青花瓷 它没有诞生在文化繁荣 经济更发达的宋代 或者是技术更成熟 工艺也更往上的明代呢 这就要从我们的统治者审美和品味开始 因为视频的时间限制 我只能把大概讲一下 要不然要拍好几期的视频 我们知道 宋代以前 我们的统治者和文人雅士 也就是四大夫阶层 是吧 他们都喜欢温润如玉的青色 不喜欢白色 这和我们的民族分属是有关系的 我们的上福都是统一的白色 我们的上礼也都是统一的白色 象征着我们清清白白做人 刚刚静静地离开 对于洁白的瓷器 我们就更喜欢幽幽深邃的青绿色 而蒙古人不同 他们喜欢洁白无瑕 他们的衣服是白色的 他们的帐篷是白色的 他们的食物 流 麻 奶也是白色的 所以他们崇尚白色 所以啊 元代入住中原以后 白瓷就开始迅速流行起来 那么 为什么会在白色瓷器上 描绘蓝色的颜料呢 这就和统治意识有关系了 大家都知道 任何一个统治者 都对早统治的民族 比后统治的民族要好 而蒙古人 他们先统治了 中亚地区的阿拉伯民族 他们在元代被称为舍母人 我们汉人的地位在元代 远不如中东人 又因为蒙古人 他们只会打仗 不会管理 所以啊 当时大批的舍母人 进入中国 做官经商 那么同时也带来了 他们的文化和审美 在中东地区由于长期干旱 所以水是最宝贵的财富 他们向往蓝色 在他们的世界里蓝色是 天堂都是蓝色的 到处充满了水的世界 那里到处都是水 而这些舍母人 不仅在景德镇定制瓷器 他们也把自己的文化和喜好 带到中国 那中国的工匠 按照他们的喜好制作瓷器 而蓝色的枯料 在洁白坚硬的景德镇瓷胎上 可以更完美地展示出来 蒙古人的喜白 舍母人的宠郎 加上中国完美高超的制瓷工艺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物 诞生了他们就是青花池 大家要知道 任何一种商品的诞生 都有喜欢和不喜欢它的人 但是青花池大部分人都喜欢 因为它是多元文化的融合 可以说青花池一生产出来 就是世界性的商品 它们从诞生一直到现在 都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改变了世界人民的审美和品味 好了 了解了真正意义青花池的诞生和历史 你是不是也希望拥有一件 青花池这种丰富历史背景的产品 摆设在家里 增加您的审美和品味 买古董 记得在美国收藏之间 我们这里有非常多的品种 丰富的古董青花池 任君挑选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 青花池的品种名称 我们下来让我们下来找一个小铃花池的品味